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少在用 所以中文字是四声字 台语有人说有七声 七个声调 甚至有人说更多 英文就是不讲四声 Every Chinese character has four intonations 所有的中国字都有四个 四个声调 当然intonation有些人不知道什么意思 它就声调 音调的意思 那可是出现在哪里呢 是不是character要加s呢 还是intonation有问题呢 还是intonation for它是集合名词不用加s呢 那问题在哪里呢 所有男生跟女生都喜欢糖果 Every boy and girl like candy like 到底要不要加s呢 这个男生加女生应该是负数啊 负数就不用加s 还是所有男生女生不见得 有人不喜欢吃糖果呢 这语意义上有问题呢 我永远忘不了他几个月前在雨中跳舞的样子 I'll never forget to see him dancing in the rain seven months ago 哪里是问题 forget to see 不能有两个动词 所以第二个用不定词to 用see 这个是dancing又闪掉了 所以动词只有forget 我永远忘不了 我永远忘不了 看到他跳舞在雨中 几个月以前 那这个forget另外一个例子呢 我忘了帮家人准备晚餐 I forgot preparing dinner for my family 这个前面是forget to 那这forget preparing 到底用to还是用ing呢 那什么时候用to 什么时候ing 还是哪一个对呢 许多美国人是金发 Many Americans have golden hairs 啊 American不能加s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are hair不能加s 到底哪一个 另外一个例子是 There are several hair on his overcoat 所以这边举些例子 乱七八糟 把大家的头脑都搞乱了 有好几根头发 那头发到底要加s呢 搞不懂 我们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到车站 It took us one and a half hour to get to the station 哪里错了 过去是it took us to get to the station 都没错 还是一个半小时不到两个小时 两个以上加s啊 一个半小时不需要加吧 这是一般的思考是这样的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你这时候 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哪里有问题 好 或者你看不出来用猜猜看 Every Chinese character has four intonations Every boy and a girl like candy I will never forget to see him dance in the rain several months ago I forgot to prepare a dinner for my family Many Americans have golden hairs There are several hair on his overcoat It took us one and a half hour to get to the station 好 那我们看看 问题出来哪里 所有的中文字呢 都有四个四个四声 一声二声三声四声 所以老外搞不懂啊 老外就觉得中文很难念 因为英文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那我们应该讲 Every Chinese character has four tones Tones也是腔调啊 Intonation也是腔调啊 那差别在哪里呢 那这边Tones是对的啊 那Intonation有什么意思呢 它的差别就在于啊 Intonation是整个腔调 就整个讲话的腔调 那你说Tone不是吗 不是 Tone是比较是主要指 各别字 每一个字的 屏上屈辱 一声两声三声 Intonation是整个讲英文 整个讲中文 它整个的腔调啊 不是accent accent是发音 Intonation就是声音的腔调 比如说有人念 所有的中文字都是四声 像机器一样 那有人念 所有的中文字啊 都有四声 这每一个人腔调 不腔调啊 每一个人的高低起步 就是Intonation是声音的高低 字的高低 有些他念 有些字他念的 就是我们讲的异扬顿挫 Intonation就讲异扬顿挫 它整个发音 中文或英文 中文讲异扬顿挫 英文叫Intonation 那Tone是每一个字 每一个字的 所以我们说 中文字都有四声 这专门讲 这个每一个字 所以用Tones 所以Tones 当中文呢 我们都翻成腔调了 Intonation腔调 Tones也是腔调 然后Accent也是腔调 都是腔调 那三个不一样 Accent是发音 Intonation是整个讲话的 异扬顿挫 Tones是个别字的 这个高低起伏 所以不一样 所以个别字我们用Tones Every Chinese character has four tones 那所有的男生跟女生都喜欢糖果 Every boy and girl likes candy 那你说奇怪啊 这个boy跟girl 那应该是复数啊 复数为什么用单数的动词用加一次呢 原因就出在every Every是每一个 每一个他后面 他是当单数用 所以后面用单数的名词加S 那你说这个 这不是每一个啊 这是每一个男生加女生啊 已经加起来已经复数了 没错 Every 不管 他平常做复数用 但是就算他加boys and girls 或是boys and girls 他还是用单数 因为他是强调 什么意思呢 他强调每一个 强调那一 每一个 那你如果说 哦 ALL 那就是用复数啦 Every就强调每一个 你就算每一个男生跟每一个女生跟每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 他还强调那一个 每一个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殊的 所以这个从文法上来看 乍看之下 不对 可是呢 实际上 他是单数 所以every 他后面加 用单数 他是单数 ALL 就是 复数 所以这个比较一个特殊的用法 Every boy and girl likes candy 这很特殊 啊 这 这个不知道人太多了 啊 所以这个 也是大家长一点知识啊 Every 他的用法 很特殊 平常就是单数 就在后面加这个加那个加这个 他还是单数 永远单数 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几个月前在雨中跳舞的样子 I will never forget seeing him dancing in the rain seven months ago 那为什么不能用to呢 为什么要加动名词呢 你看 我忘了帮家人准备晚餐 要用I forgot to prepare dinner for my family 诶 这个为什么要用to呢 为什么这个 前面要用ing 后面这个用to呢 奇怪 那不是应该单一化吗 要么就全部加动名词 要么全部用不定词to 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呢 他有一个道理 这也是一个习惯性的用法 也不要讲那么多文法的观念 大家受不了 我们用最简单的讲法 就是说 已经发生的 就是过去啦 用ing 还没有发生的 准备要发生的 用to 已经做过的 用ing 还没做过的 就是用to 所以你看呢 我们看的意思 我永远忘不了 他几个月前在雨中跳舞的样子 他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们说7 months ago 几个月以前 所以我不能忘记 那个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几个月前他在雨中跳舞 那已经发生过了 所以我忘不了以前的事情 用 动名词 I will never forget seeing him 但是这边呢 我忘了帮家人准备晚餐 虽然他也是用过去式 没有错 但是我忘了要准备去 就是以当时的情况 他还 他还没做 他忘记了 他应该要做 可是他没有去做 就是他 就是时间点 他 虽然是过去式的这个 句子形态 可是那个时间呢 他还没有去准备 所以用 I forgot to prepare dinner 他还准备要 准备要做晚餐 但是他没有做 他准备要做 所以这个时间在后面 那这个是看到几个月前的东西 已经确定发生了 所以我们就说 你不管用现在的事 或过去的事 就是已经发生了 就是跟forget 连接 跟forget连接的时候 如果你忘不了以前的事 就用动名词 你忘记了准备要做 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用to 简单讲是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 就比较清楚一点 当然就算你一下子 听得还是有点迷迷糊 你就记得 以前的事 忘掉以前的事 就暗期 忘记了准备要去做个事情 你忘记了 就用不定词to 所以这个是 I will never forget seeing him dancing in the rain sever months ago 重点在以前 然后呢 I forgot to prepare dinner for my family 重点是他忘了要准备 所以这个时间点不一样 那许多美国人是金头发 确实 当然美国人头发很多种 因为美国就是个大龙龙 就是移民 什么人都有 什么颜色头发 很多颜色眼珠都不一样 大部分从欧洲来的 就基本上是北欧 北欧中欧比较多 南欧就比较少 南欧就比较黑头发 像那个意大利啦 希腊就比较黑头发 那北欧几乎都金发啦 斯甘利纳 维亚半岛 瑞典挪威 芬兰 那有人以为丹麦是北欧三国 不是 丹麦在下面 就在跟那个德国领土相接 所以那个北京人很多丹麦 因为他近嘛 从那个斯甘利纳 维亚半岛 航海比较远 丹麦 最近 根本就是跟那个欧洲大陆相连的 但他到英国去 他就要坐船 到德国就不用 所以那个北欧人 金发的多 几乎都金发啦 那个 然后 中欧 欧洲中部 偏北地方也是 所以德国有很多金发 那英文就是 央格鲁萨克逊 所以英国就是黑发的多 这是人种的关系 那美国是 大龙奴嘛 所以很多 当然很多从那个北欧啦 或欧洲的 比较偏北的地方 德国有很多那个 美国有很多德国移民 德国很多金发 Many Americans have golden hairs 那你说 American加不加S 可以加 美国人呢 他是可以当一个一个人 当然你说整体的美国人 当然就是集合名词 American 但他也可以当一个一个的美国人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他前面加many 就是可以当很多的个别的美国人 所以这加S是OK的 那have golden hair 那头发呢 一般来讲就是整个头发是不加S的 整个头发 我们就讲头发 我们不讲一根一根 所以Many Americans have golden hair 就不加S 可是你说这没有加S呢 为什么呢 他外套上有几根头发 这就不是整个头发 是一根一根 所以hair他有点学问 有点窍门 有点玄机 当整个头发的时候 他是集合名词 不加S 可他也可以当个别 就像American一样 American一般讲 讲抽象名词 抽象的就是说 美国人 是不加的 但是他当个别的美国人 一个两个的 他加S 这个hair跟他很像 他说 There are several hairs on his overcoat 他头发上 他这个大衣裳 外套上 有几个头发 所以这个也是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妙 Many Americans have golden hair 不加S There are several hairs on his overcoat 几根几根头发就加 我们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到车站 我们要加 It took us one and a half hours to get to the station 你说不对啊 两个小时以上 错 一个小时当然是不加S 但只要超过一个小时 都算 视同为两个小时 只要超过 一又三分之一也是 一又五分之四也是 超过一个 一个跟一个以下 用单数 一个以上 当然二以上更没问题 那1.5 1.8 都用S It took us one and a half hours to get to the station 所以这一集呢 讲了几个比较有趣 当然也比较混乱一点 但是你可以回放 你可以多看几遍 可以了解一下 那这是我目前七个YouTube频道 英文秘籍 尝试宝典 一次多译 正确发音 实用绘画 成语造句 常见错误 都针对一般 中国的台湾人 亚洲人 比较弱的部分 然后把它 个人研究很多年 把它汇总起来 那我们再把这个 熟悉一下 所有的中文字都有四声 我们要讲 Every Chinese character has four tones 整个腔调 整个讲话 不是一个字 一个字 是整个讲话 conversation 或talk 整个讲起来的时候 用intonation 一个字一个字 用Tones 所有的男生 跟女生都喜欢Candy Every boy and girl likes candy Every 后面是接单数 单数的动词 它视同为单数 就算它后面有一个 两个三个 它还是单数强调 Every 强调每一个 那个一 我永远忘不了 他几个月前 在雨中跳舞的样子 要讲 I will never forget seeing him dancing in the rain sever months ago 已经过去了 就用ing 忘记 如果说 忘记 去做什么事情 I forgot to prepare dinner for my family 就用to不定词 许多美国人是金发 Many Americans have golden hair 整体的 我们就是集合名词 有几根头发 There are seven hairs on his overcoat 跟美国人一样 就是 几根几根我们就加S 所以这个 用法不一样 American也可以不加S 用作个别的也加S 头发也是一样 It took us one and a half hours to get to the station 只要超过1 就算1.1 也是视同2以上 也是加S 所以这一集的比较妙 讲到这里 这一集的 4 4 5 5